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小路简兆 今天咱们收来200多台笔记本电脑 这个货算不算高端货 咱们收过来都是大货啊 全新原装正品 然后配置的话一共是分12个配置 配置是有点多 然后两种包装 每一箱的话里面是有5台 差不多整理了一下午 终于是把这些配置什么的整理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全部都是新款2022款的全新库存 一会儿去办公室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外观 大家就明白了 然后处理器的话都是第十代的 这个英特尔赛阳4125的处理器 全部都是 只是说它这个配置是有点区别 内存是8G一直到16G 还有这个硬盘从128G一直到1T都有 操作系统全部都是温时的系统 然后尺寸的话是15.6英寸 这是大屏幕 15寸的屏幕 这个货还是非常板正的啊 大家看一下 这些大箱里面是白色的这种包装盒 一大箱的话里面是5台笔记本电脑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箱贴 它每个箱子上都有这个箱贴 配置什么的 除了这个白色的这个外包装箱呢 还有这种原厂的 就是这种黄色的纸盒 这种 咱们要提前讲清楚 虽然说这个包装盒不一样 但是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本身是工厂的库存嘛 所以说咱们没有让它再定制这种盒子 如果定制这种盒子的话 白浪费一些不必要的开支 花费 因为本身咱们就是减肉嘛 虽然说这个包装盒不一样 但是里面这个笔记本电脑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咱们都开封检查了 你看这种盒子外边就是贴着这个配置 包括这个厂商还有地址什么的 每一个咱们都挨个的拆箱 这一共是200多台 挨个的拆箱挨个的检查 全部都是全新的 然后咱们拿两个样品 拿到办公室 开机激活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笔记本电脑怎么样 反正咱们收过来是很低啊 好 两种包装咱们都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不管是这个黄色的这种原厂的纸箱 还是这种白色的这种周转箱 它里面这个笔记本电脑都是一模一样的 提前给大家说清楚 每一台笔记本电脑的话都是需要激活 然后这台我已经激活好了 这台的话咱们没有激活 就是开机的话 它是需要首先激活这个温石系统 就跟咱们手机一样 然后第一次开机的话会比较慢 激活成功以后第二次开机就非常快了 因为这个硬盘都是用的那个SSD固态硬盘 所以说这个开机速度包括使用起来非常流畅 因为咱们收的这批笔记本电脑全部都是全新的 跟咱们之前收的那种二手的包括样品机展示机那种不一样 这种全新的笔记本电脑开机就是需要激活 然后键盘呢也是带这个背光非常漂亮啊 这个不能说是95新99新了 这个是全新 激活这个温石系统也是比较简单 就是根据它这个提示一直下一步就可以 这种全新的笔记本啊就是漂亮 大家看一下 而且键盘灯一亮起来显得也是非常高的 刚才已经说了 咱们收的这个笔记本电脑都是新款2022款的 非常薄 而且这个样式一看就是这种新款的样式 有一个logo IU 是吧 素工还是比较精致的 给大家看一下机身所测 有一些接口 USB接口 还有充电的 还有HDMI的这个高清输出 里面是有充电器 每一台都配这个充电器 原装的这种全新充电器 充电速度 我这边也是测试了 非常快 直接插到这个圆孔里面就可以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机身右侧 右侧的话是有USB接口 还有一个插耳机的这个插孔 还可以插个内存卡 下载东西上传东西的时候就不用读卡器 就非常方便 是吧 然后咱们重点看一下 这一台我已经激活的这个笔记本 大家首先看一下这个外观 然后这个触控板也是非常大 里面我是下载了一些软件 刚才下载了一些程序 应用程序 就给大家大概的演示一下这个效果 因为之前呢 咱们也收过很多次这个笔记本电脑 有苹果的 什么联想的 惠普的 什么品牌 基本上咱们都收过 所以我感觉吧 这个笔记本电脑拍视频也没有什么要说的 就是无非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外观 看一下这个配置 是吧 接下来咱们就播放个电影 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这个笔记本电脑的屏幕清晰度 还有这个流畅度怎么样 随便找个电影 这个反应速度还是非常流畅的 来个大头儿子 动画片看看 收过来的这批笔记本电脑是非常简绕 一会给大家看一下咱们整理的表格 大家就知道了 最低配置的那个是不到千元 九百多收过来的 这个在家里面看个电影 是吧 玩个小游戏 办公什么的 不像吗 大家看一下这个屏幕的清晰度 非常非常清楚 很清晰 而且这个亮度很好 因为毕竟它是全新的 它不是二手的那种 二手的可能屏幕会有点衰减什么的 是吧 还有那个电池 像这种全新的 续航也是非常举 这音量可以调节 快捷键也是可以直接调节音量 键盘的这里按着FN 然后再按着上边这个对应的 F2 F3 它上面都有图标 那就可以大小音量 调节这个屏幕的亮度 包括关闭 打开 这个键盘灯 都可以操作 就按着这个FN就可以 这个电脑就属于到手机用 到手以后直接激活这个温时系统 激活系统 然后就可以连上WiFi 就可以使用了 咱们再看一下我的电脑 这个属性 它不管低配还是高配 这个处理器都是一样的 然后像咱们激活这个呢 就是16加256的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是256G的固态硬盘 就是这个配置 16加256 然后1580 这个表格咱们整理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最低的是900多 然后最高的也不超过2000啊 就是1900多 那个的配置就是比较高了 16G的运行内存 1T的固态硬盘 就是1000G固态硬盘 就拆件也不止那些了吧 是吧 然后里面是内置的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 然后就可以下载各种软件 我是首先下载了一个管家 然后从这个管家里面 就可以下载很多这个 咱们电脑需要的软件 当然这个咱们就不用过多介绍了 是吧 如果有不会的 就自己去看一些教程什么的吧 现在反正只要会用电脑的都会 我的习惯就是从这个管家里面 直接下载安装 也可以从这个网页啊 下载安装包直接安装就可以 这个懂得四栏总啊 咱们就不过多说了 然后这个电池电量 大家看一下 现在还有87% 充满电 咱们拍视频 然后加上我前期研究 玩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了吧 它才下了不到20% 这种全新的笔记本电脑 就是续航比较牛一些 然后里面也可以下载一些小游戏 刚才下载了斗地主 是吧 这个在家里面还是那句话 轻度办公 送个表格了 或者是轻度的剪辑个视频了 玩个小游戏 看个电影什么的 肯定是妥妥的没毛病 非常好用 如果说家里面有孩子的话 更应该搞一台 你现在如果说孩子从小 他不会用电脑的话 那以后真是什么都不会了 那电脑现在是必须要会用的 练习练习打字什么的 这个后台扫把这个音乐的安装包 下载完了 刚才玩这个斗地主 我忘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安装速度 咱们的视频就是实拍视频 大家所见及所得 就是把咱们真实的这个情况 拍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是吧 从来也不会剪辑 或者是像其他人一样 只把好的一面给大家看 咱们是优点缺点都会说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安装速度 它前边慢 但是后边这一下就过来了 是吧 点击立即体验 这样的话就可以安装这个软件了 是吧 反正我的习惯就是在这个管家里面安装 当然懂电脑吧 懂得思蓝懂 还是那句话 会用电脑的 你到手就会用 也可以在网页下载安装包 然后直接安装 咱们随便来首歌听一下 说过来的这批笔记文电脑 全部都内置扬声器 而且好像是两个扬声器 因为刚才看电影的时候 还有点立体声的感觉 总体来说的话 这个笔记本电脑是绝对值得减肉的 如果说家里面没有电脑 或者是有孩子 是吧 想学习一下电脑 或者是轻度办公 需要在家里面拥有一个电脑的话 那这个笔记本其实可以避眼录 最后还有一个重点 要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键盘啊 它是有这种数字的小键盘 一般咱们反正之前收的笔记本电脑 很多都只是上边有这种数字 就上面这个数字键盘 它是全尺寸键盘 右边有单独的这个数字小键盘 这样的话 就是如果经常算账 或者是制作表格 干什么用 非常方便 这拍视频又拍了这么长时间 你看这个电量 还有84% 所以说这个电量续航也是很持久 大家看一下 觉得咱们收的这批笔记本电脑怎么样 如果满分10分的话 能达几分 一定要注意啊 本身咱们最低的那个是900多收过来的 然后最高配置是16G加1T硬盘 那个是1900多收过来的 所以说就是900多到1900多 这个算很大减肉了吧 反正我打算是自己留一台 然后放到办公室 平时看个电影 然后打印快递单用 之前用的那个有点老 不好用 这个比那个好用多了 好 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 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关注一下李小鹿减肉 后期有更多更好玩 更便宜的东西 我会分享给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见 看见 本期视频